你好,我想我们乐见这个星期我们这个新的倾斜式列车 新采购的列车将要进到台湾来 那也希望这个新的一批陆续进来之后能够对东部地区的火车运输 能够有一些改善的现象 那我接下来要跟部长先请教有关这个台九线公路拓宽的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陆续进行了这个光复以北的一些拓宽工程 那么光复湘以南的第三期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预定的时程是怎么样 我想这部分是不是请公路局来说明 跟委员报告 现在台九线我们三期已经大致完成 那现在优先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是有关这个凤林到南平现在正在做规划设计 那另外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六年当中我们的这个省到的六年拓宽计划 会陆续来把光复湘以南的部分再去做这个相关的规划设计跟拓宽 不是,因为翻遍你们的预算书并没有看到这一段 没有看到书画公路三区改善的计划有 对,南回公路的部分有 对,生活圈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有 对,但是没有看到光复湘以南 一直到复理这段的拓宽 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做省到三区 三区省到的路线改善 那是三区呢 对,那我们现在还有 因为那个计划是三合一的计划 那里面后面有一个是省到六年改善计划 但是它并没有在明年的预算里面 对 那到底明年有没有要开始 有没有会不会有进展啊 你说这个是六年的,但是没有编在明年的预算里面 对,因为那个有优先市区的问题 那我们会 那就是现在还轮不到花莲是不是 还轮不到我们台九线吗 因为全省的省到要陆续透宽的 其实还是很多 我们会要按照它的优先市区来排 这个当然很多我知道啦 对 可是别的地方交通建设很多啊 又高铁又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一大堆 对不对 我们那里只有一条单线的台九线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在东部地区 我们的苏花改四百九十几亿 然后这个南回一百九十几亿 这已经把国家的公务局可以投资资源 已经占了一大半 苏花改你不要跟我说多少亿 这个占了国家的资源 几十年来 所有的交通建设都在西部欸 我们现在做只是在弥补 几十年来的长期的这个缺陷 我想委员关系的就是 光户相这部分齁 如果明年列不进去后年 我们就先来列啦 后年列 那你们也要事先规划 那是不是明年可以先编一些规划经费 你们知道后年要开始动工嘛 所以我们可以来考虑这个部分 是 是 会来考虑后年再来考虑 你要明确告诉我们花冬的居民嘛 就是这段台九县的拓宽工程 现在 现在齐 现在齐程到底怎么样 我们可以开始来做规划设计 你不要一直拖到六年过了 我们可以开始来做规划设计 对 可以开始来做规划设计 然后呢 规划设计完成 我们就开始来推动啊 对啊 什么时候啊 那我们就尽快开始 因为你们显然没有编在明年的预算里面 你明年没有安算要做 所以就要到后年去了 规划设计初期要先去做规划设计嘛 所以那个还没有到工程的执行 执行的阶段 反正这个事情 我会继续来 来关心 会像幽灵一样缠着你 这个事情要赶快 这个我们念字在字 念字在字 不是说真的啦 你不能够说现在经费都到西部去 因为是几十年来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这个也是一个历史工业 那我们现在要去面对 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东部地区 是过去这几年来 乃至未来都是很重视 刚刚讲的 七百亿的议帅要投在那里 所以这个没有说是 这个 这个没有重视东部地区 那这部分我们会再继续来加强 好不好 好好谢谢 好那另外请教部长 昨天我们这个花莲港公司 有相关的简报 那副院长也去了 我想 我个人也非常谢谢 就是中央能够多这个 这个下乡去 来关心地方的建设 那我自己比较抱歉 昨天要提早离开 那昨天这个有什么样的新的结论吗 有有有有关这个蓝色公路的推动 有没有新的结论或者是进展 还是这个就像你之前讲的还在评估阶段 对那个副院长最后就是委员离开之后 副院长的这个提示就是说 从针对海空运三个三个运输工具 我们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从比较永续的角度 我们来来寻求对策了 他有他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才识了 那当然就是说 委员所关切的这个 所谓蓝色公路这一段 我们我们 我已经要求我们港务公司 进一步来研议 有什么可行的方式了好不好 我想我们将来如果有有研议的结果 会让委员知道 我想这个这个开始有一点比较积极的态度 我们也也乐见了 那就这个过去部长一直说 不可能有补贴这样子 我想这个我我我还是希望能够 重新做一些研议跟考量 因为包括离岛地区的船只交通 也是因为长期不便而有所补贴 那那另外这个在树花改完工以前 我们也是希望说花东居民有另外一项交通的选项 我想我们马上可以改善的事实上就是在明年底 我认为就是说铁路这一块一票南球的现象 在明年的这个新的请节列车进来以后 应该会有相当幅度的这个改变 结构性改变 对这个我们我们也是这么希望 对对对对 我们也是这么希望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达成的目标 因为这个还没有发生 对我们第一个要达成的目标 对那为什么我对蓝色公路还是希望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为 就是说蓝色公路它它这个不像这个榨山洞 开隧道有这个长期不可回复的这个状态出现 那是可以做蓝色的调整 如果说这个船只来走这一条路线 几年内我们觉得说它也即便我们克服了速度的问题 我们克服了气候的问题 我们克服了风浪的问题 有新型的 但是我们最后也认为它是不符需求 事实上这些船只都在是可以做调度跟调整 对于环境的影响跟破坏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如果说现在民间有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是不分党派的 我相信这个民间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尤其是一些新型的观光客的客员 它交通工具有另外一种选项 那我们平常需要通勤在花莲台北之间的这些民众 也有另外一个选项 我相信这个都是正面的 那我也相信这个所投入的费用 也远不如 也不会这个跟我们实际上再去开高速公路 其他的还要来的少很多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有积极的态度 那另外我还想要请教这个 请教部长 现在东部地区陆续开始有一些民众 在提出这个花冬快速道路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个是有利有弊 当然利就是缩短我们各个花冬相认之间的这个速度跟距离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它这个花冬是适合慢活 就是说我们在意的是从这个西部跟北部把人运到花冬去 但是到了那里之后的这个交通也有人有不同的主张 那对这个事情想要请问交通部的态度是什么 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对花冬的公路部分 我们优先的目标是刚刚委员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针对台九线目前还是属于双车道的路段 我们把它优先把它进一步把它加宽 这是我们目前的优先 在未来的几年我们是要达成这个目标了 那至于说所谓快速公路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基本上这个可以来开始进行有关的可行性研究了 把各种的利弊得失以及需要性等等 再来做个重新做个考量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们做这个评估跟考量有一些结论的话 也希望能够随时的地方进行沟通 因为这个地方我想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有了 而且都相当的强烈 我们了解 那另外也要请问一下 我曾经在这边咨询过有关这个花冬地区居民搭飞机 要转国际航线的时候 他要多付这个国内线的这个行李费用 那这个有为国际的常态跟惯例 那当时部长跟局长都是承诺说两个星期内给我们答复 那请问你们的答复是什么 我想请局长来说明好不好 那个很抱歉 跟部委员是答应这个时间 我们一下去就跟航空公司协调过 那目前是因为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同意 是说如果是在搭国内线又转国际线 就可以用国际线 比如是经济舱二十公斤 上一舱三十公斤 现在我们比较碰到的问题是不同的航空公司的部分 所以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所以还没有跟你说不同的航空公司 可是国内现在只有一家在飞 对 现在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飞花莲啦 台东是另外一家啦 对 复兴是同意 就是这几家 复兴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是怕他说复兴来 到了以后他是搭不同家的航空国际的班 他当然是搭不同家啦 因为几乎都很少搭复兴出国啦 应该是转别家的 但是因为这个在国外也是有他的惯例啦 你即便是搭成别家的航空公司 出国 你只要是搭国际线 你check in 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是 所有的行李是可以check 这个国际线的这个规格啦 那我们的民众多了一道非常辛苦 就是他行李还要从火车站或者是机场 再把他整个拉到桃园去 那这个已经算比较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要求的是说 如果航空公司他去搭机 他可以提出他当天 就要转国际线的证据的话 的证明 的这个证明的话 他是可以让他行李能够到20公斤 30公斤这个国际的标准 那你说只有一家航空公司 愿意这样做 对 目前因为其他航空公司 涉及到拆账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在协调 不是这个怎么会涉及到其他航空公司 因为其他航空公司 他本来就允许这个比较重的这个行李啊 他本来就是允许的啊 对 但是国内 现在问题是国内要跟他收这个钱啊 对 国内线的问题 比如说我是复兴的 到了那边以后搭那个长荣的 长荣没问题 可是复兴这一半国内线20公斤 他就有意见 他到底是什么意见 他就是他垄断嘛 对不对 他现在整个垄断这个市场 而且造成很多民众不公平的现象啊 委员讲的是我们下去继续努力 我们协调了很久 一直跟航空公司 而且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多人 要让他说了多少钱啊 这个是一个诚意的问题 你要垄断这个台北花莲的这个航线 他也有相对的国际的这个 惯例跟责任要去面对嘛 对 委员讲 OK 我们下去继续努力 是不是继续 然后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些答复好不好 是 好 谢谢 请廖政警委员执行 廖政委员执行不在 请陈明委员